2013年7月7日上午 浙江铜炉县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风风火火的来到了位于城南的大祈山脚下 只见呢 一具男尸倒在了草丛中 头部啊 被砸的是血肉模糊 而令人奇怪的是啊 死者浑身赤裸 没有穿衣服 下体呢 竟然被割掉了 这到底有多大的仇啊 凶手才会下如此的狠手呢 因为现场啊 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警方呢 只得扩大搜查范围 看看呢 会不会有新的线索 正当大家觉得毫无头绪的时候啊 一名眼见的民警突然发现 路边的草丛里呢 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 仔细一看呢 原来是一部手机 警方呢 立即调取了手机的通信记录 并且查明手机的主人呢 是一个名叫罗林的男人 民警通过走访啊 很快了解到一条奇怪的线索 罗林呢 只是个化名 他的本名啊 叫做萧铁华 是贵州遵义人 他们多方查找呢 终于找到了萧铁华的儿子 并且请他呢 前来认识 可是因为死者面部无法辨认 结果对方啊 一直之间无法确定 死者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父亲 无奈之下呀 警方只得提取了死者的DNA 进行比对 结果终于证实 死者果然呢 就是萧铁华 可是这个萧铁华 为什么要隐姓埋名 又为什么会被人 以这种残忍的手法杀害呢 围绕萧铁华的调查 紧锣密鼓的 全面展开了 警方呢 首先对萧铁华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之后 发现啊 这个萧铁华呢 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她的感情经历啊 十分的丰富 与多名女子呢 存在着纠葛 回想起她的死状啊 大家顿时怀疑 萧铁华的死 会不会和她这泛滥的 女人缘有关呢 就这样 警方把萧铁华的妻子 列为了第一嫌疑人 萧铁华的儿子做证称啊 自己的母亲呢 一直在贵州老家 没有出过门 可是警方在走访 萧铁华的朋友时 却听说呀 她的妻子呢 在铜炉县 某纺织厂里打工 既然死者的妻子在贵州 那么大家口中所说的 这个神秘女人 又会是谁呢 在纺织厂打工的 这个女人呢 并不难找 警方呢 很快就查出了 她的名字 叫黄长柳 和萧铁华呢 一起来铜炉打工 已经有六七年了 可是经过调查后得失啊 黄长柳的丈夫呢 身在福建 根本就没有来过铜炉 警方隐约看出了 其中的端倪 黄长柳呢 爽快地承认了自己 和萧铁华之间 不正常的关系 并称啊 案发前一天晚上呢 他和萧铁华 在纺织厂的食堂里 吃完饭后啊 就再也没有见过萧铁华 警方呢 调取了纺织厂大门的监控 结果果然发现呢 黄长柳在七点时呢 一个人从大门走了出去 而萧铁华呢 则在七点过十分 骑着电动车离开了纺织厂 虽然这段监控影像证实啊 二人是分头离开 但是呢 却并不能证明黄长柳的清白 而且警方呢 在对黄长柳进行询问的时候啊 心中一直有一种 十分不协调的感觉 究竟这种不协调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警方在对黄长柳 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啊 黄长柳表现得过于冷静了 而且对警方到来呢 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 就像是呢 他早就知道萧铁华已死 警方呢 会找上门来一样 带着心中的疑问呢 警方对黄长柳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啊 黄长柳和萧铁华的关系啊 最近似乎十分的紧张 邻居们啊 经常听见他二人在家里吵架的声音 警方呢 调取了附近路段的所有监控 查找萧铁华驾驶电动车的行驶轨迹 终于啊 证实了黄长柳在撒谎 其中一个路口的监控中啊 清楚地拍到了黄长柳 坐上了萧铁华的电动车后 萧铁华呢 驾驶电动车向大吉山方向 急驶而去 从监控中啊 可以看到 萧铁华呢 一边骑车 一边呢 还在和坐在后座的黄长柳 有说有笑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啊 自己已经驶上了通往黄泉的道路 警方此时呢 已经基本确定 黄长柳就是杀害萧铁华的凶手 于是呢 便想通过调查黄长柳住处附近的监控 看看呢 能不能找到线索 结果啊 收获颇风 监控显示啊 黄长柳呢 在7月7日一大早 6点多钟 就将一个鼓鼓囔囔的 垃圾袋啊 丢进了附近的垃圾箱中 到底是什么垃圾 让他不得不这么早起来丢掉呢 警方对这个垃圾箱进行了勘查之后 找到了这袋垃圾 里面所装的啊 赫然是一套沾满了鲜血的男士衣服 经鉴定啊 衣服上的血迹 正是属于死者萧铁华的 证据确凿 黄长柳被立即批捕 铁证如山 面对如此多的证据 黄长柳呢 只得交代了自己杀害萧铁华的 犯罪经过 黄长柳在贵州啊 还有过一个家 丈夫在福建打工很少回来 他则一个人呢 在家养育着一儿一女 这一年呢 他心血来潮的带着儿女 到福建看望丈夫 结果啊 却被他撞见丈夫对自己不忠 一怒之下呀 他便抛下了儿女回到了贵州 从此人生发生了改变 2004年3月啊 已经不相信爱情的黄长柳 认识了萧铁华 这个男人啊 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 软磨硬泡 终于骗取了黄长柳的信任 于是二人呢 一起来到了浙江铜炉 从此啊 夫妻相承 一开始黄长柳呢 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归宿 可是没过几年呢 萧铁华便按耐不住 自己花心的性格 又在外面寻花问柳了 黄长柳天真的以为啊 萧铁华呢 只要不是对那些女人动真心 这个家呀 还可以支撑下去 可是一切的幻想啊 都从自己的妹妹来铜炉 看她之后 全部的崩塌了 萧铁华呢 见黄长柳的妹妹 长得漂亮 居然呢 打起了一昧的主意 黄长柳得知之后啊 与萧铁华大吵了一架 妹妹也羞愧的回到了老家 本以为妹妹离开之后呢 萧铁华会有所收敛 可是萧铁华呢 居然恬不知耻的 要求黄长柳 把妹妹叫回来 和她一起伺候自己 黄长柳看着面前 这个色欲熏心的禽兽 对她的最后一丝希望 也消失殆尽了 心中啊 顿时起了杀心 七月六日晚 萧铁华和她呢 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又提及了妹妹的事 黄长柳一气之下 独自离开 她一边走 心中一边盘算 是时候为世间 除掉这个恶魔了 想到这里呢 她便在路边的杂货店里 买了一把小刀 正巧啊 萧铁华骑着电动车 追上了黄长柳 黄长柳呢 便把她骗到了大旗山下 趁其不备 用石块将她砸晕了 萧铁华血流如柱 一股恶气呢 直冲黄长柳的脑门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不断地将手中的石块 砸向倒地不起的萧铁华 萧铁华死后 她心中的恨意 依然无法消散 于是呢 便脱下了萧铁华的衣裤 掏出了刚买的那把小刀 猛切了下去 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啊 终于落网了 可是凶手行凶的原因呢 却值得人们去生死 一个感情受挫的女性 遇到了一个色欲熏心的禽兽 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起案界的始作俑者 其实啊 正是受害者萧铁华 是他自己一步步地 把自己推上了作死的悬崖 而黄长柳 这个感情道路上的失败者 却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法 处理了一个不正常的问题 2012年5月 黑龙江省隋宾县派出所 接到关于杀人的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啊 发现周围已经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警方呢 迅速封锁了现场 并且在床边啊 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 死者身体异常猙獰 鲜血呢 洒满了整张床 可是案发现场呢 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前后呢 将近有八人闯进了现场 这给破案呢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据了解啊 被害者牛婉林 平素呢 谨小慎微 性格温和 从不和人冲突 为何凶手会对其痛下杀手呢 他到底是出于何种的目的呢 警方又是如何破案的呢 首先呢 警方对现场做了初步的鉴定 发现牛婉林呢 死于头部的两处锤机上 凶手看起来啊 想要一击毙命 即便面对人高马大的牛婉林呢 也是丝毫不逊色 而且呢 他所使用的应该是斧头 此外呢 牛婉林的妻子王金荣发现啊 家里丢了一万块钱的现金 难道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吗 于是呢 他们去观察了王金荣家中的门窗 发现呢 一处门窗有被破坏的痕迹 越来越多的特征呢 都符合入室抢劫案件的特征了 可是啊 在对王金荣进行询问的时候 发现的一扇窗户啊 是他们所为 原来当天呢 在警方之前呢 就有八人进入了案发现场 在现场啊 留下了许多的脚印 在牛婉林被杀害的那天 女主人王金荣呢 并不在家 而是前一天呢 就到娘家去照顾母亲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回到家之后啊 由于自己没带钥匙只好敲门 可是敲门敲了半天呢 丈夫都没答应 于是王金荣呢 只好到卧室的窗户边敲窗子 这个时候啊 王金荣就注意到了床上满满的血迹 这血迹啊 让他大吃一惊 被吓得是连连的惊叫 而这惨烈的惊叫呢 则引起了附近邻居的注意 纷纷问女人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惊恐的指着窗内的床 大声的说道 血 屋子里都是血 邻居们呢 往窗户里一看 结果啊 发现确实如他所言 这个时候啊 一名叫做向东方的邻居提议 先进去看看 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在征得了王金荣的同意之后啊 几人破开了窗户 并且一个接一个的跳了进去 不知道是为了壮胆 还是为了自证 进入案发现场的啊 一共有八个人 他们一起发现了 已经断气的牛婉林 此相极为的难看 也就在他们一时之间 手足无措的时候 王金荣看到丈夫尸体后 大脑一片空白 随即呢 便晕倒在地 随后这七人呢 才反应过来 他们立刻报警 并且将王金荣抬了出来 这也就是发现尸体的全过程 由于案发现场呢 八人先后进入 而且呢 离开的顺序呢 是有早有晚 案发现场啊 早已被严重的破坏 小羊从里面发现 凶手的蛛丝马迹 可谓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啊 这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 凶手呢 就在这八人之中 借着查看情况的名义啊 再次进入现场 破坏遗留下的证据 警方呢 在调查过程中啊 晕倒的王金荣 突然苏醒了过来 他哭喊的叫嚷着 为何上天对丈夫 如此的不公 他甚至呢 跪下恳求警方 一定要找到 杀害他丈夫的凶手 一定要让其绳枝一发 警方呢 也承诺 一定会尽早破案 给死者一个交代 在围观群众看来啊 他们都觉得啊 王金荣 是个可怜的好女人 丈夫离世之后的生活之苦 和一家的重担 也只能靠着女人 重新支撑起来了 而因为女人当天呢 从娘家回来 而且呢 发现尸体的 一共八人都在现场 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呢 首先排除的就是王金荣的嫌疑 警方呢 在了解牛婉林平素的性格脾气之后啊 便认为啊 凶手很可能就是他平时接触的这些人当中 而且在仔细翻找王金荣家之后啊 警方认定 这根本就不是一起入室抢劫案 因为在王金荣家中啊 还发现了大量的现金 这就说明啊 那丢失的一万块钱 无非是凶手掩人耳目罢了 而按照之前的推测 这进入案发现场的几人呢 都很有可能有作案的嫌疑 于是警方呢 就打算从他们几人之间入手 因为这几人啊 要不就是牛婉林平素的好友 要不呢 就是邻居 而根据案发现场情况呢 凶手也应该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而这几人中啊 有四名男子 其中一人呢 自称在案发那天呢 以及前一晚都在家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外出 一家人而且家中的监控都可以证明 而其余三人称呢 非常倒霉 冤枉 因为这三人案发前一天晚上啊 同在牛婉林家喝酒 他们一直喝酒喝到很晚才回家 没成想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警方了解到基本的情况之后啊 就开始着手调查 他们和牛婉林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纠纷 首先呢 值得怀疑的就是邻居向东方 此人在察觉到牛婉林可能出事的时候啊 第一时间没有想着报警 而是想要进入案发现场 他是否有意这么做呢 就是为了再次进入现场 破坏一些遗留的痕迹呢 第二个人呢 叫范惠利 此人呢 虽然和牛婉林是亲密无间的好友 但是当初啊 他想拉着男人一起投资农场的时候 遭到了拒绝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矛盾 让范惠利呢 痛下杀手呢 当然啊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而第三个人呢 就是最后一个离开案发现场的吴秀昌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在现场做了什么是没人知道的 而且呢 最为可疑的是 他的口供和妻子的交代呢 有很大的出入 莫非吴秀昌才是真正的凶手吗 结果警方调查后发现啊 竟然是误会一场 其妻子啊 因害怕丈夫牵连其中 所以选择撒了谎 这段小插曲呢 并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这三人的行踪啊 都有路人和家人证实 最久之后就回到家之后 再屋外出了 在排除了四名有嫌疑的人之后啊 这起案件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因为现场啊 没有发现更多可用的证据 而且呢 也没有锁定嫌疑人 既然没了线索 只能够重新回到现场 再进行发掘了 警方再次勘察现场的时候啊 幸运呢 在一个黑色的皮包中 发现了一封很潦草的遗书 落款的时间呢 是在牛婉林被害半年以前 书写人呢 竟然是王金融 他这样写道 如果他或者丈夫意外离世 家里的财产以及孩子 都交给妹妹所有 于是警方呢 便找到了王金融的妹妹 女人表示啊 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实际上啊 姐姐写这封信的目的啊 是出于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不和睦 拿女人的话来说呀 我姐夫在外面有女人 而且不止一个 好几次被我姐捉肩在床 想离婚 可是姐夫呢 死活不同意 据她所说呀 男人有外遇 而且呢 一直都不断 姐姐一心呢 是想要跟她离婚的 可是呢 却遭到了男人的拒绝 所以写下了这份遗书 可是警方呢 在问到王金融的时候 他表示啊 这东西就是随随便便写的 可是一个正常人 谁会平白无故 写遗书玩玩呢 这明显不对劲 而且如果夫妻俩关系这么差 为何女人会对丈夫的离世 反应如此激烈呢 这些疑问和线索 都指向了王金融 莫非王金融在外面 同样也有外遇嘛 于是警方呢 便着重调查了王金融的关系网 结果发现啊 他和一个电话号码 短短三个月就通话五百多次 短信呢 更是数不胜数 这名男子呢 叫做姚斌 警方很快呀 将其带来问询 结果这个男的啊 不打四招 承认了确实是自己杀害了牛婉林 但是他其实呢 和牛婉林无冤无仇 所有的一切呀 都是王金融指使的 随后警方啊 也逮捕了王金融 女人听到姚斌 已经将全部的责任 推卸到自己身上之后啊 索性也撕开了伪装的面具 他愤恨的说道 男人真的是一个也靠不住 实际上啊 女人自从得知丈夫有了婚外情 而且屡劝不改之后啊 她逐渐就对自己的婚姻充满了失望 而且对丈夫的仇恨呢 也是与日俱增 在后来邂逅了姚斌之后 想要和丈夫离婚 可是呢 每次都遭到了丈夫的拒绝 而为了彻底摆脱丈夫 她便动起了杀死丈夫的想法 并且呢 窜夺姚斌来执行此事 案发当天啊 女人觉得是最好的时机了 趁着牛婉林和几个朋友喝醉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之际啊 王金荣给姚斌留了门 并且呢 连夜赶到了娘家 制造不在场证据 并且嘱托姚斌啊 拿走家里的一万块钱 掩人耳目 第二天呢 女人又故意叫了很多人 到案发现场 混淆警方的视听 本以为呢 做到了天衣无缝 结果没想到 因一封过去对付丈夫的遗书 露了下 最后这两人啊 均被判处死刑 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 你是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呢 夫妻间为何会发展到 如此的地步呢 将您的看法留在评论区中 我们一同探讨